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除夕登罗大陆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在这个弱肉强强的世界中 魂魂是决定每个魂师实力藏悍的根本 而我们都知道 主角唐三是双生武魂拥有者 并且都是顶级武魂 而它的魂魂配置 也是一遍遍刷新大家的认知 打破了记录创造的奇迹 现在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正所周知 好天锤作为天下第一期武魂 也是主角一直隐藏的第二武魂 而它开始给好天锤附加魂魂的时候 此生实力就已经突破到了封号斗罗级别 而且好天锤的第一魂魂就是十万年级别了 可以说威力强大 但是与好天锤的第九魂魂比起来 却只是想无见大物 因为好天锤的第九魂魂年限 已经达到了百万年级别 要知道在斗罗大陆上 魂兽一旦达到了十万年 就会经历天洁的考验 达到百万年魂兽的层次 也就跨入了神机领域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魂兽却需要经历九次天洁考验 扛过去了就会跨入神界 扛不过去就会被掩灭 我想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悍 难怪连比比东在解决主角 获得这种魂魂之后 虽然主角千万点去过五魂典 因为惹不起 二打针 为此怎么看呢 好了 感谢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